因为我是60后的 在我们那个年代 应该是觉得同性恋是一种罪 当时是国家法律规定就是一种罪 是在我在家里整理小伟的 因为他在国外读书 但是那天是无意当中 我看的蝶片当中 有一个蝶片很刺眼 它叫镊子 我就觉得我儿子很孝顺 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 然后我是真正含着眼泪 看了这个剧 他没有催促我 他出柜以后再也没有催促我 接纳的问题 我曾经也问过他 我说为什么你再也不问妈妈了 他就说我在等待 可能我觉得我这一生都等不来 你接纳我 所以说他就说 他说我可能会等你一生 因为我就是觉得 我儿子从他那个 自己一个人 发现自己是一个同志 然后到他出柜 他一个人默默地 承受了那么多天 那种压力 而且我还跟他交结了两年半 所以我觉得 我的孩子是欠他的 所以我现在总是想通过 我们这个艺术团 那么就是让大家 一起走出来 让孩子看到我们 可以很好的生活 有超约的孩子 有超约的女孩 在这群团 最多的都是妈妈 他们第一次演唱 在深圳 后来接纳 小伟妈妈 都带了大家 去做最终的演唱 上台 大家一起 先练习台步 在旁边 明白吗 对形就按照这样子 你们先报名 先点一下数字 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在这些智慧的演唱 是波波 个姓的男人 和骂子 两个男人 两个男人 波波来自广西 因为他没有 有任何过程的 经历 他得了很多 帮助他们的母亲们 你手不要这样的崩 你看你把胸部这样崩着 看着不怕怕 手自然地放前面来一点 自然一点 永远是 左脚起步 左脚起步 因为起步 一半二一切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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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几个就上来 星期一的时候 我提前来了的 那天我来的时候 我就问茉莉妈妈 茉莉妈妈也是我们南丽分会的召集人 我问老妈你们在哪里 那个培训 她说他们在深圳 我去了之后 我就进去看他们在起跑秀的表演 然后茉莉妈妈看着我 就说 既然提前来了 就加入进来 她说她有两套装备 其他妈妈就看到 看到茉莉妈妈有带着我的脸 然后看着我想她学的不怎么好 然后一刻开始有两三个妈妈说轮流过来教我 然后我就想 哎呀那些都这么教了 那个有机会 那我也要上 然后呢我的风格呢又属于那种 喜欢农专业母 然后呢 搬砖之后的话 那个男专和女专反差比较大的这样的 我就特别享受这种 就是说哎 我自己可以拥有男性的身体 但是呢 我一样的可以跨越这种 性别身体的界限 然后呢 展现另外一个性别的 阴柔的 妩媚的 这样的一种性别身份 然后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展示到社群里面 我的某位朋友的父母 他是觉得说 其实如果是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是比较不棺材的 我觉得这些妈妈们还有那些爸爸们 他们能够站出来 然后能够支持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他们都能够站出来的话 我应该也可以站出来 但是如果要有... 如果要不再检旁 我算的 是不是 怎么好 都要不招受 不招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